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知情人士近日透露,苹果营运长Jeff Williams和负责造车项目的副总裁Kevin Lynch尽管共同做出了一项决定,苹果将取消已经耕耘长达十年的电动汽车制造项目泰坦。 但此前,为了这款拥有先进自动驾驶系统的电动汽车,据传,苹果还开发出一款相当于四个MR Ultra效能总和的晶片。 行业记者Mark Gurman表示,在Apple Car项目取消前,Apple Silicon晶片团队曾大幅度地参与了该项目。 苹果在汽车的人工智慧大脑由苹果定制的Apple Silicon提供处理能力。 据传,这款晶片的效能相当于四个MR Ultra晶片的总和。 单一MR Ultra晶片,由1341个晶体管所组成,具备24核心CPU,最多76核心GPU,以及专用32核神经引擎。 MR Ultra目前搭载于MacStudio与Mac Pro机型中。 值得关注的是,Gurman指称,泰坦项目取消前,这款汽车晶片已经接近开发完成,相关工程师已经重新被分配到苹果其他团队中,因此该公司有机会重复使用这款晶片的工程设计。 与该款晶片可形成明显对比的是M3系列晶片。 此前,苹果苹果M3系列晶片于2023年10月31日正式发表。 M3系列目前包含M3、M3 Pro、M3 Max三款,是业界首批采用300米制程工艺的PC晶片。 M3 Max晶片的跑分数据显示,其CPU多核效能表现十分接近上一代旗舰,MR Ultra,最高为21,084分。 单核效能最高达到3,151分,超过MR Ultra。 此外,这款晶片的GPU OpenCL跑分约为9.3万分,不及MR Ultra的12万分。 另外,就在苹果才刚推出内建M3晶片的MacBook Air不久,已有外媒引述消息,报道苹果着手开发下一代M4晶片,预计明年推出。 据了解,M4晶片有机会采台机电2奈米制程,台机相关制程与今年装机,明年量产。 内情人士透露,苹果已正式展开M4晶片研发计划,将随下一代MacBook Pro一同上市。 2020年11月,苹果发表第一代自家研发M1晶片后,便规律进行晶片升级。 2022年6月发表M2晶片,并在去年10月底发表M3晶片。 各代晶片之间,约莫都间隔一年半时间,依此推算,苹果将在明年上半年发表M4晶片。 也有部分人士认为,苹果近年累积晶片研发经验后,渴望缩短研发时间,可能提前在今年底发表M4晶片。 去年10月,苹果一口气发表三款M3系列晶片,分别是M3,M3 Pro,M3 Max晶片。 苹果当时推出两款内建M3晶片的MacBook Pro,分别是16寸及14寸萤幕,取代过去的13寸萤幕MacBook Pro。 iMac也在去年10月,升级为M3晶片。 M3系列三款晶片的电池续航力,接长达22小时,CPU运算速度比M2快15%,GPU运算速度更是M2的1.8倍。 今年3月,苹果又推出两款内建M3晶片的MacBook Air,分别是15寸及13寸萤幕。 如今,iMac产品部门,只剩MacStudio、MacPro及Mac Mini还停留在M2晶片。 业界普遍预期,台积电2奈米制程将在明年下半开始量产。 因此,M4晶片可能还是采用3奈米制程。 但相较于M3晶片采用的3奈米制程,M4晶片的3奈米制程可能是升级版,在运算能力与节能效率上都有所改良。 近日,另有业界传闻指出,M4晶片将主打升级版的神经网络引擎,且运算核心数量较上一代大幅增加,将能执行更复杂的AI运算。 然而,苹果至今对M4晶片维持一贯的保密作风,让外界继续各种揣测。 与此同时,业界预期,台积电3奈米已拿下苹果、高通及联发科等大厂订单, 今年将全力扩增3奈米产能,甚至将调配部分5奈米产能转至3奈米,今年底前3奈米产能利用率有望突破80%。 此前,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在法说会上表示,3奈米制程去年下半年开始进入量产阶段。 台积电3奈米制程技术,无论在PPA效能、功耗及面积,及电晶体技术,都是业界最先进的技术。 几乎全世界的智慧型手机和HPC厂商都与公司合作。 魏哲嘉看好,受惠智慧型手机和HPC应用的强劲需求, 今年3奈米技术贡献的营收将增长3倍以上,占台积电晶元销售金额约14%至16%, 同时持续开发新技术,包括N3P和N3X制程。 除了3奈米外,台积电、三星、英特尔也将目光放眼至2奈米制程, 台积电预计将在2025年开始提供2奈米制程晶元代工服务。 通过台湾新竹宝山厂、中科厂及高雄厂等厂区生产,估算至少有5座厂区生产2奈米制程。 其他厂商方面,先前业界传出, 三星晶元代工成功拿下日本AI独角兽新创公司Preferred Networks PFM订单, 近期也积极拉拢。 Meta在2奈米订单上转投三星。 三星目前预计2奈米制程渴望在2025年量产。 其他方面,为加速实现碳中和目标, 苹果于2021年推出Restore Fund基金并持续扩大合作伙伴。 如今,台积电和日本村田制作所也名列其中。 苹果宣布,台积电和村田制作所成为Restore Fund新投资者。 台积电将投资5000万美元, 村田则将投资3000万美元, 该基金总额将提升至2.8亿美元。 Restore Fund基金是苹果203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一大重点。 苹果在2021年首度推出这项计划, 联手保护国际基金会、高盛公司共同发起2亿美元基金。 每年将致力从大气中移除至少100万公吨的瓦氧化碳。 苹果去年宣布, 扩大Restore Fund基金将再向该基金投资2亿美元。 如今再度公布台积电、村田加入投资, 分别将向汇丰资产管理与Pollination的合资企业 Climate Asset Management管理的基金投资5000万美元、3000万美元。 而这也让Restore Fund第二阶段的资金总额达到2.8亿美元。 据悉,本次台积电、村田制作所与苹果同投资的基金 将整合再生农业专案与生态系保护和富裕专案, 以在碳排和经济方面产生效益, 专案选择正在进行中。 台积电和村田制作所是苹果供应商清洁能源计划的300多家供应商之一, 承诺2030年前在所有与苹果相关的生产活动100%使用再生电力。 苹果表示,Restore Fund选择专案组合时, 会仔细评估潜在的管理者和投资, 大部分的潜在投资都是透过这种密集的禁止调查过程筛选出来的。 同时,对于成为该基金合作伙伴的苹果供应商, 该基金还将为其提供一种新方式, 让供应商在脱淡过程中结合具有高影响力的碳移除专案。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一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